不好吃那不要来啊 应该是在先起 各国个人 都会有味觉和不和的问题吧 肯德基不是欧美的吗 我们日本的电视节目也有时候介绍 外国不好吃的食物不是吗 跟那个一样的道理吧 到现在 网友的意见是这些 没有看到台湾人的留言 你做了什么坏事吗 你们不要跟我不好意思 为什么你要跟我不好意思 大家好 我是日本的Nana 好像前几天有一个很大的新闻 就是那个台湾人去日本的连锁店 说很不好吃很难吃的那个 不知道为什么 但很多人跟我说 对不起日本人 我觉得太多人跟我对不起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 其实这次的新闻 几个小时前 日本网站也开始介绍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介绍后大概两个小时 这个时间点的日本人的反应 说声 这个 不好吃那不要来啊 应该是在先吃 第二个是这个 我吃什么都觉得好吃 我很幸福耶 第三个 影片听不懂耶 但觉得各国 各人 都会有味觉合不合的问题吧 哇 这个不好吃吗 是因为这些是为了日本人的味觉 调味吗 我以为日本是美食国家 有点难过 算了吧 还有看到台湾人的留言 你做了什么坏事吗 是这个人特别吧 台湾那边的人懂得口味 你怎么没加 这样子当然会演唱啊 他来日本 他一定很喜欢日本啊 肯德基不是欧美的吗 还好你没去 如果你吃了 就回不去你的国家了 我们日本的电视节目也有时候介绍外国不好吃的食物 不是吗 跟那个一样的道理吧 台湾是一个好国家 说什么都可以啦 就这些 我没意见 大概到现在 网友的意见是这些 你们不要跟我不好意思 为什么你要跟我不好意思 好 拜拜 看他在转红 然后看他外面的那个样本 他就不会成功 一定又是大雷电 那是什么 频道超过两百万订阅的知名网红 蔡阿嘎在日本某间连锁餐厅门口 直指店家是间大雷电 甚至直接在店内对手中的餐点高声批评 学餐 比较日本学餐 走到另一间在日本的美式餐厅 对店家的炮火更是猛烈 你铁板说 哎 糟糕了 他这个没有炒过 他直接就放上去了 蔡阿嘎经常拍片评论国内外美食 这回以日本五家超难吃的连锁地雷店为主题 却惹得网友非常不满 炮轰脸丢到日本去 就连住在东京五年的网红也不忍了 出面打脸 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然后一边没去过的人 就会相信他很难吃 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我今天就要去一家一家吃 证明他明明就很棒很好吃 网红多米多罗把蔡阿嘎影片中 点名到四家超难吃的餐厅都吃过一轮 证明其实每一家都是凭假又不到难吃 每样东西都普通 但绝对不会难吃 那就是一个吃饱又便宜的地方 真的难吃 而且我们像学餐一样 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 真的替店家暴躯 而影片引起大量负面声浪 蔡阿嘎紧急把影片下架 并在社群媒体上发文道歉 说以后会再更谨言盛行 谢谢大家给出很棒很好的建议 希望能够尽快平息 观众怒火 三立新闻李温云无家宇台北采访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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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